哈喽大家 没错 我昨晚上又手欠的 自己剪了头发 染了头发 我暂时还没有找到 应该如何正确地弄了头发 就先这样凑合一下吧 这几天上海天气都蛮好的 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白天 给大家拍过视频了 之前都是那种大光的晚上拍的嘛 但这个太阳有点直射在我脸上 所以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不过呢 因为天黑的还蛮早的 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是一个我近期的爱用分享 也算是我十双十一之后的购物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主要是 没有出现在我双十一购物清单里面的 然后买到觉得还蛮好用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衣服会比较多一点 如果你对今天视频内容感兴趣的话 就一起往下看吧 第一样东西是这个床单 它其实不是我双十一买的 但是因为它出现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应该蛮多人会问的 我觉得也可能没有人吧 这套床具是我在宜家买的 它是这种法兰绒的 就摸起来特别舒服 冬天的话就会很暖和嘛 它上面呢有这种蓝色红色绿色胶质的这种格子 它这套床具里面呢是有两个整套 然后还有一个背套的 就是没有配床单的 这个床立呢是我之前那个床具里面的 但是我觉得配起来就很好看 因为它里有红色这样呼应嘛 然后配起来就很有圣单气息的感觉 它这背套好像是两米乘两米三的 就对我这个床来说其实是比较大的 对有点太大了 但是因为它好看了 所以我硬要用它 就很喜欢 而且很舒服 真的我觉得床单配套很好看的话 会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这个背套真的太好看了好吗 请你们赶紧去嘛 我觉得它配那种深蓝色啊白色啊的床单都会很好看 但是配红色最好看 下面一个要给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Softy的电动眼刷 因为他们前段时间给我寄了两个礼盒 然后还有一些配件 所以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是不是超级可爱 就是他们的圣诞礼盒 上面就有一种立体的圣诞老人 现在束着毛毡的装饰 而且还有一种立体的 你看这个鼻子 好可爱啊 因为12月不是圣诞月吗 就这种礼盒就我真的 很适合当礼物收到的心情会很好 嗯太可爱了吧 就真的很有节日的气氛有没有 而且Softy的牙刷最有特色就是可以刻字和图案嘛 像我这边之前刻就是一个恰合一个新型的图案 就可以给家人朋友定制他们的专属牙刷 说这两个礼盒的话 他们最近新出了12色的硅胶保护套嘛 我收到了很多 但这边都还没有拆的 都是一些很可爱的马卡龙色系 像我手上这一只呢 就是套上了一个淡黄色的 看它这个按钮还是爱心的 就很可爱 而且手感也很好 因为其实像我手里这一只已经用了一年多了嘛 使用痕迹还是蛮明显的 它这边漆都掉了 但是要套上一个这种保护套的话 就焕然一新啦 这可以随时爱心情换颜色 有四舍五路就相当拥有了12只不同的牙刷 像我现在带的影视没 就每次吃完东西就要刷牙 所以刷牙的频率会比之前高很多 但因为Softy的这个刷毛是种非常柔软超细毛嘛 所以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 像我平时出门的话呢 就把它拔下来 装到这个双纳袋里边 就是很方便 里面还送了一个这种猫咪的公仔挂件 还蛮可爱的 如果你还在苦恼12月圣诞跨年 或者朋友生日 应该送什么礼物的话呢 可以把Softy的礼盒 加入你的购物清单里面 12月好像真的很多朋友生日耶 我也是12月的 反正我是觉得它既使用又美观 就很适合送人啦 大家说到以后也蛮开心的吧 里面还有小铃铛 叮叮叮叮叮叮叮 可爱 下面可能是这个我最近使用频率比较高的 橘朵的眼影 它看的是一个单色眼影大小 但其实是一个很实用的三色眼影 像我平时出门来不及画眼妆的时候 就把它拆在兜里面也不占位子 就很方便 这块眼影真的很有秋冬感 它上面做的这种格子的压纹 它摸上去是那种很慕斯丝滑的触感 一个哑光的酒红色和一个带细闪的深咖色 然后还有一个用来提亮的这个香槟闪 给大家试一下色 这橘朵家的粉质真的不用多说了 就很细也不容易飞粉 而且它显色度也是在线的 好看包好看包 这个配色真的秋冬感十足 我今天眼妆就是用这个画的拉镜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那种很日常不容易出错 但有比较亮眼的部分 喜欢 而且我觉得用它的话就不用去思考怎么配色 非常适合我这种选择恐惧症 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三色巧克力拼盘眼影6号 喜欢 下面还是眼影就是这个3CE的9色哑光眼影盘 Smoother它 这个是在我的双11购物清单里面有的 然后在上个视频里面有用它 我最近呢就真的是天天在用眼 我最近呢也是天天在用它 你看都已经用出坑了 像这一盘的话全都是这种哑光大地色嘛 就还蛮适合新手妹妹们的 但里面也有这种比较深的颜色嘛 所以如果你想画比较浓的妆也是可以的 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吧 这盘我觉得它粉质还OK 手指摸上去的话也是蛮细的 蛮软糯的感觉 但是呢就是有一点飞粉 像我每次取粉之后都一定要吹一下这个眼影盘 不然的话它都已经就是弄得到处都是了 对 然后上眼睛也一定要抖粉 不然的话眼睛下面就很容易沾上 其他眼影就很脏 但总体来说我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呢我之后应该会再去录一下他们这一款的其他颜色 对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配色感觉也蛮好看的嘛 所以3CE真的不要太火吧 全网都在买 然后就是两支Kickle口红是我忙买的吧算是 直接在他们旗舰店页面上选的颜色 然后说到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一支呢是这种焦糖棕色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种比较深红的颜色 然后是偏紫红调的 而且我还蛮喜欢它这个高体的这个头的 就是这种方方正正很有冷觉很好涂 给大家试一下颜色吧 这边是刚刚眼影没有擦干净 它是比较哑光的颜色 对但也不会很干 我今天上嘴的话就是没有涂润唇膏也是完全可以的 好看吧 我今天嘴巴上呢是两个叠涂的薄涂 这质底我也蛮喜欢 因为我现在戴牙套嘛 如果有那种很润的唇釉或者口红的话 就会很容易弄到牙套上面真的糊一嘴 这样这种比较干的口红的话 就会比较适合我现在的情况 然后下面呢是我之前收到的PR包裹 是这个IPIEU的最几支唇釉 这个呢是他们的慕斯系列 这是他们的果汁亮彩唇釉 颜色都还蛮好看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颜色还是蛮红的 有点点偏橘调 这支也是那种慕斯感的 然后是这个C203 特别偏红一点 然后一个比较奶茶一点颜色 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一支 对 没有那么红 然后是这三支果汁亮彩唇釉釉 系列颜色就会偏亮一点 之前有看粉如露图这一支 这一支是比较橘色橙色的 我发现这一支的色号也是B101 这个也是B101 但它们两个是不同的系列 这个的话就是颜色会比较薄一点 这个的话就是慕斯质地的 初冬的话可能是这些会比较适合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我手好累啊 然后下面一个呢也是在我上一个视频里面 有出现过的就是这个CAMMAKE的三个颜色的眼线胶笔 这可以说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用的眼线胶笔吧 就它非常的顺滑很好上色 因为我之前用的眼线胶笔的话就很容易卡住 就是在跟你皮肤拉扯的时候很容易卡 但它就真的完全不会 而且很适合画内眼线 真的很顺滑 就感觉好像很容易晕掉吧 但完全不会 这支是黑色 所以它这样子晕完全不会有变化 嗯不会晕掉 我还看了一下怕翻车 棕色 其实也是蛮深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是这个红棕色 很顺滑吧 买买买好啊 真的很好用 它拧出来就是拧不回去的 所以每次只能够拧出来一丢丢 我上次在视频里面用它的时候好像蛮多人说容易断的 但我每次都拧出来很少 所以就还好 对 下面一个要给大家安理一下呢 是我爱用的双眼皮贴 就是这个日本素肌的 对 我就真的用过很多双眼皮贴 像什么蕾丝双眼皮贴啦 然后还有这种胶条的 就用过蛮多的 因为我的双眼皮是前边比较窄 就特别是右边这只眼睛 就是前面很窄 然后后面宽嘛 然后我左右两边双眼皮还是不一样宽的 所以我通常这只眼睛呢 会贴一下双眼皮贴有时候 对 但平时的话其实比较懒啊 有时候像录视频啊什么的 会贴一下这样子 像我大学的时候还沉迷贴蕾丝双眼皮贴 就把双眼皮贴的超宽那种 左边这只眼睛它其实是贴双眼皮贴 贴的有点定型了 就前面也变得宽了 但我这只眼睛前面还是比较窄的那种 对 它这个颜色的话是这种肉色的 就你贴在眼皮上面不会很明显 像一些是透明的那种 就会塑料感很重 里面是有附赠一个这种小工具的 但我一般没有用它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辅助的一个工具 现在呢是没有贴的状态这只 我拉近给大家试一个看一下吧 看这两边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吧 这边就眼头很窄 这里稍微宽一点点 那像它这个的话其实是蛮长的 如果你只要贴局部的话就可以给它剪一下 但我太懒了 就这样吧 我一般呢就先给它贴在中间这个位置给它固定 然后呢因为我是眼头比较窄 像是眼头宽一点吧 然后就会把它位置往上顶一点 给它弄到我原本双眼皮质的上边 所以你稍微微张一点就可以看到你自己原来的双眼皮质 然后再给它眼头贴上 然后呢再确定眼尾 嗯 压上 好 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成功呢 我有点害怕 ok还可以还可以 毕竟我可是贴了很多年双眼皮贴的人好吧 不能失败 ok 看 是不是跟它 是不是跟刚刚对比还蛮明显的 现在这样子两边就差不多一样宽了 然后像这样子两边眼睛就会比较对称一点 是不是巨影型 很好用的 而且它真的很黏 就我平时用它嘛 如果卸眼妆眼妆都卸掉咯 它都还牢牢的贴着 就真的很厉害 我这次买比较多 因为这双眼皮贴我真的很容易找不到 不知道它每次都丢到哪里去了 对 每次要用的时候都找不到 案例给大家真的 因为我懂那种贴着一个非常明显双眼皮贴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不逮劲 逮劲 很不逮劲 然后下面就是服饰的部分 其实现在天已经慢慢都在黑下来了 我要稍微快一点 第一件呢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这个毛毛的一个上衣 真的超级舒服 它是这种毛毛茸茸的 然后很保暖 它其实是一个短上衣 然后这里有一个拉链的 对 它前面有两个口袋就这样子插兜了 很可爱哦 里面它其实是这种 哎呦肚子 它里面还做一个这种网状的内衬 下面穿的睡裤服 我这个码是S码 对它还有XS 但我觉得冬天的话 这个S码对我来说会比较适合一点 因为我很怕冷嘛 就有时候出去的话里面还可以穿一个那种薄的打底 对就会比较舒服 它这种黑白配色的 就是很休闲 外面穿一个黑色大衣啊什么的就很好看 下面就可以穿这种高腰裙啊高腰裤啊什么的 它这个拉上去的话就是个小高领的 脖子这边也会很暖和 这件我真的超级喜欢 就真的很可爱 然后又保暖 赶紧买赶紧买 然后下面一件呢 然后下面一件呢是一件毛衣 一个黑色的 然后上面有这种玫瑰花装饰的 它是这种立体的 对 这件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它是这种比较粗针的 这边是有这种麻花的这种针织 这件的话它是M码 就是正常宽缩的那种 不会说特别oversize的感觉 那这件的话我觉得它冬天单穿也很好看 因为它是种比较大的这种感觉 那因为它黑色嘛 内搭也会很OK 就外面随便套个大衣就可以出门了 还是蛮保暖的 单穿的话里面就可以再加一个高领打底啊什么的 对 然后下面配个裙子 嗯半裙就很好看了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红黑配色 而且它是种立体的很可爱 然后下面呢还是创世纪元家的是一条半裙 因为我冬天真的是穿裙子会比较多一点 它这条款是比较长那种 比较特别就是它这个折里面拼接了一个这种皱皱的这种图案 就很好看 我想不出别的形容词了 但它这个下摆其实是比较大的那种嘛 就你走路的时候不经意的露出一点他们的这个印花 像冬天其实还是比较爱穿黑白色系的嘛 像下面配一个这种裙子的话 就会整体看起来不会那么沉闷 就会比较翘皮可爱一点 像创世纪元家他们家的衣服啊 就会每一期有一个主题 或者说会围绕一个图案展开 他们当时就是都是这个面料的 对都是这个花花面料的比较多 它这条裙子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也是感觉很重工很精致的感觉 因为它这个厚度其实 你冬天里面穿daddy裤啊什么的也不会冷的 下面是一件长的黑色大衣 但这件的话它会设计感比较多一点 对就是这个DIDI家的一件花边的这个设计的大衣 这件我当时拿到的时候还蛮惊喜的 就是哇好好看啊 这件的话它主要设计点的话 就是在这个肩部和胸前这里 我发现我刚把这个下面的扣子都扣错了 它这个肩部就有这种花边的 里面就是一个这个装饰袋 然后是一个按扣的 就是你可以给它拿下来 这里有按扣 对但我觉得还是这样放上比较好看一点 就是那种酷酷少女风 对 然后背后也是有这两条带子的有这种珠珠 就还蛮细节的 然后比较设计感吧 之前的话是M码 S码我有试过 但是那件我试的比较小 然后又换了M码的 对M码的话我会穿的宽松一点嘛 因为冬天里面还是要塞衣服的 还是要保暖 所以我觉得M码会比较适合我一点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这件长度的话 我穿是在小腿中部这样子 算是中长款吧 就冬天大衣真的永远不显多 料子也是比较厚实的那种大衣面料 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一件 就还蛮酷的 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的吧 然后还有一个他们家的这个装饰链条 我现在还没有给它拼在一起 对就这样拿着感觉有点 怪怪的 今年就真的很多这种机能风的东西 到时候装上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搞懂它到底应该怎么装 应该是就这样子吧 这样 感觉还不错呢 它这个五金做的也还蛮好的 就很扎实 对不会感觉很廉价 像这种链条啊什么 戴在那种光板的大衣啊 西装外面 就会让你的衣服变得不一样 这种装饰的东西还是蛮好看的 像这款腰带的话就其实可以单用 不跟这些拼到一起也可以 感觉今年身上要是没有一点什么链条啊 绑带啊 都不配称为时尚人设呢 我要赶紧去研究一下 不然混不下去了 然后还是DIDI的一条裙子 这条裙子的话就是 嗯 其实比较适合秋天吧 我觉得它不是特别厚 它也是一种暗黑少女风的感觉 这种铁环 然后也有抽折啊 这样子 它这一条其实是比较长的那种也是 嗯 但我觉得它要是下面这个抽折设计 可以设计成那种收缩的 啥意思啥意思 我觉得它要是下面这个抽折 可以设计成那种可以收缩的话会更好 因为它长度我会想让它更短一点 不然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长 因为它这个腰其实对我来说稍微有点大嘛 我每次的话就要拉它才能把它提上去一点 就会刚好适合我的长度 不然我穿上看起来的腿不是很长的样子 然后下面是老高家的一件马甲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买它家衣服了 上一次买应该是大学的时候 但上次刚好看到了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这个马甲印花 不是印花就是图案还蛮好看的 我就买了一件 但是后来我朋友说好像这件是他们的复国款 它版型也是蛮大的那种 图案还蛮可爱的吧 搭配在那种全黑的一身黑外边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但它这件呢我穿上稍微有点点怪 就是肩膀这边会比较突出一点 所以里面可能要穿那种比较有厚度的内搭 搭底才会比较好看 它这个也是蛮厚实的 你看它也是这种阳高毛的感觉的 对比较有厚度 没错天又黑了 上海真的天黑的太早了 我又老老实实的打了光 下面一个呢还是他们家的一条 深红色的一条阔腿裤 因为我过两天要去泰国嘛 没错要去泰国了 然后我就在看一些夏天可以穿的衣服啊 裤子什么的 然后当时看到这条裤子 就想说再买一条这种红色的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一条 算是正红色的阔腿裤 然后这条的话它是偏深红色的暗红色的 这颜色可能稍微有点色差 有点红这样子看的 就我觉得去热带还是要穿一点有颜色的吧 然后这个的话其实秋冬也很好看搭配起来 上面穿一个黑色的短上衣 然后或者是大衣啊什么搭配起来都很好看 像我之前那条的话是比较薄的 然后不要说夏天就穿上很凉快 这个的话它是有一点厚度的 就一年四季都可以穿 它版型的话也是蛮ok的 就是它的腰的话给我是刚刚好的 然后屁股这边的话也会包的比较好 就不会很垮那种感觉 当然不会特别的低 这条的话我觉得就还蛮显瘦的 很显腿长因为它是比较高腰的那种 这我还买了一条黑色 因为我觉得裤腿裤裤 其实还蛮看中的版型的 就版型好好画 不管什么颜色穿上都很好看 然后就是最新女孩买的两双鞋子 一双呢就是这个GD跟Nike的联名款 好好呼呼 它这双鞋是刮刮乐的设计嘛 就算你不特意的去刮它的表层 就是你平时穿着的时候也会脱落的 我就穿出去一个晚上 它这边就掉了蛮多的 对特别是这个折痕这里 就是你走路的折的这个地方 就那天晚上你知道吗 我在外面走路 我发现它掉的很严重的时候 我走路都不敢这样折了 我都是直接这样 这样子走的你懂吗 就是像鸭子一样 脚都不敢折它了 很心疼 我的宝贝 这个其实是我之前在独上面买的 不是在天猫杰箭店抢到的 因为0.06秒这些抢到的都是神人 入手是2500不到一点 这个价格其实我觉得还是蛮合适的吧 因为我当时看它发售之前 独上面都要卖五六千 都有很多人买 还好我当时没有买 因为它后面降价降的就很凶 因为它补货了嘛 虽然补货了我也还是抢到原价 这个时候应该会有很多人不理解吧 觉得我是脑残粉 没错就是脑残粉 怎么样 它的鞋盒侧面是做了一个这个涂鸦的 这个涂案的鞋子刮巴勒刮开的话 就是这里的涂案的局部 然后它是鞋底也是 都是用的这个涂案 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他们联名款 这个排排 还有一双黑色的鞋带 它这个中底的话就是有做这种涂鸦的痕迹 鞋底包括这边都有 它真的很爱涂鸦 什么都要涂鸦 万物都能涂鸦 然后鞋舌这里的话就是一个小厨局 就是它自己品牌的一个logo 要穿着脚感的话 其实就是比较硬的 因为像空军一号嘛 就是你多穿它会变软 但这双我应该不会多穿 你应该会把它放在家里供起来吧 脑残粉 实锤 然后它里面还配了这个鞋钉 扣钉 对上面就印着小厨局和它这个 piece 和平减一的标志 就可以把它钉在最上面这里排的扣子这里 这边一个小厨局 这边一个和平减一 突然想到GD把它鞋带反击 是不是就为了挡住这一块折痕的 它这个鞋带也是比较粗的那种 反击的话也会蛮好看的 就是这里有个像蝴蝶结的样子 这双鞋子我觉得至少VIP们是会想要拥有它了吧 买到它就有一种我离龙哥更进一步的感觉 好卑微啊 作为追星女孩的我 然后下面一双呢还是一双运动鞋 是Nike跟Off-White的合作款 这一双 买它也是因为当时GD退伍嘛 然后跟朋友聚会穿了这一款的另外一个颜色 是白色跟绿色的那一双 然后我就去查去搜了 然后就看到这个配色 我觉得这双配色的话我会更喜欢一点 这双它主色是黑的嘛 然后会比较好搭配 底下的话就有一点紫的蓝的 然后一个绿色的这个扣口 然后它这个是有两根鞋带的 一个是白色的这一根 然后还有一个这种虚虚的虚线的一根 而且它这双脚感真的超级舒服 因为它底下是这种怎么说呢 是这种钉形的 就像那种运动员穿的那种鞋子 就脚感真的特别特别的舒服 这边这nike的钩子也是一种反光面料的 对 然后还有一些自然什么的 这鞋舌的话呢 就是做这种没有包边的 就很可爱有没有 我觉得这双 就算龙哥没有穿它的同款不同色 我自己看的话也会买它的 因为真的蛮好看的 我空军一号穿的是38码就可以了 但这双我买的是39 我觉得它是稍微有点点偏小的 因为这双我穿的也是刚刚好的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你喜欢这个视频看的开心 不要忘记给我评论弹幕收藏点赞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我这妹妹头真是太蠢了 拜拜 拜拜 请问要打开哪个案 我的Siri突然说话了 怎么回事 请先解锁美儿